3.9.4 天氣 5.1 天氣 5.1 天氣 5.3 天氣 5.1 天氣 5.1 天氣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見 真的很久耶 4個月了 真的很久 呃... 主要也是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分享 但是剛好身邊有個題材可以再分享 又要被消費了 是一個就是要被消費的年紀 就是承認我流量蜜蜜 對 他是 我很爽 但是我不得不承認 那今天就是很明顯的 要跟大家分享求職的心路歷程 為什麼很明顯 因為我通過這根嗎 對啊 就是很明顯啊 所以一開始應該要回溯到 那時候還住在 對 還是 請看上一支 就是這邊或這邊 但是就是在那個時候 什麼都還不確定的時候 你那時候不是還有一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可以上岸的機會 對 那是我的第一個提供 但那個其實不算是一個 正式的科技公司 它有點像就是在 大公司跟我們之間的一個 有像獵頭公司 所以就變成說到時候 這個公司會來找我們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短期的 然後你可以去 就是去那裡工作這樣子 所以那算是正職嗎 算是 就是我其實掛在那個獵頭公司下面 然後他會幫忙 從H1B 有些甚至會幫忙辦綠卡 就很好 只是他就是 你在沒有跟大公司 沒合到的狀況下 你是沒有薪水的 那如果你一直沒合到 就是一直領他的固定薪水 也沒有就是 好像其實我後來 就是他們美其民是說 會給固定薪水 可是其實後來發現都是 都你一定要先有 match到就是 其他公司 就是 剛才那個大公司的那些 contractor的職位 對 他只要跟你簽 但後來 後來為什麼後來就沒去了 好因為後來呢 我就是拿到另外一個 就是其實我覺得 時間點很重要 就是說 那時候我 1月開始找是春招嘛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 Soft & 今天就是春招秋招 是秋招最大 就是秋招就是會 秋招就是會 秋招是幾月 秋招大概是8月底 9月開始 OK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會 開始一堆面試機會 反正最大 最大的招生草 就是那個時間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8月底的時候 然後簽到那個ICC的offer 但其實我大概過 每多久我收到就是 Quocom另外一個 就是變成像半導體 比較偏向半導體的公司 的offer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不去了 就是不去ICC 然後又沒要簽的時候 就後來又面到營地 對 我覺得如果有在 在紐約留學的 或在國外留學 應該蠻常見到 對 真的蠻像104的 對 就是在11月之前呢 我又面到了Pinterest 所以呢 然後Pinterest就是 你知道Pinterest 不知道怎麼可以簽很多 然後就去簽Pinterest 這樣子 OK 就是Pinterest呢 我其實真的有去工作了 只是呢 在Pinterest還沒工作之前 我有開始面Google 然後就是 大家就是 為什麼你那時候會想要 喔 因為Pinterest也算穩穩的啊 對 但其實老實說 我是先投Google的 就是Google太慢 然後Pinterest已經先面完了 然後都已經 都已經確定了 Google才開始在面 OK 對 雖然那時候已經確定有工作了 但還是覺得說 我還是想試試看這樣子 試試看我自己可以 可不可以面到這家公司 嗯嗯嗯 所以就比較放鬆去面 然後後來就面到了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就是 可是Google就是比較麻煩你 他是先過那個面試之後 他要先去做 他要再去做team matching 所以呢就是 那時間到底拉了多久 喔真的很久 就是我大概8月底頭 嗯 然後呢 10月才收到 就是 要寫OA OA就是 Python你去一個網路網站上面 然後給你現實 然後要解一些題目 這樣子 好10月寫完之後 大概10月底 10 你看 11月才跟我說 確定我那個過了 嗯 所以我是12月初才第一次 才面試 可是因為 就是他們面試都是一次 全部站在一起 嗯 雖然就是一天的面試 但是我們大概 我大概沒有五六小時 所以確定有OA過就是開始面試的階段 對 就直接 因為Google都很快 他就直接到最後一輪 他最後一輪有可能有很多關 嗯 這樣子對 大概就是五關還六個關 我就忘記了 然後那個 就是對啊 就五到六小時 五到六小時 一次吧 一天吧 對 然後那個沒有完之後 12月面完 12月面完嘛 然後就變 到1月才跟我說我過了 嗯 然後1月之後才開始做team matching 然後其實team matching可以到很久 因為team matching就是說 你會去跟很多team的manager聊天 對 然後看他們對你有沒有興趣 嗯 你有興趣才會有offer 沒興趣你就死在那邊 就是 就等於也沒有 對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拿到工作 你也沒過 但是他說你的那個面試的結果 可以保留大概半年 還有一年 我就忘記 所以未來有任何team需要你 他還是會來找你 他還是會來找你 但是就是你就不知道 那時候你有沒錢 你有沒錢證 所以通常大家會覺得 對 很難 這個階段也是很難挨 但是我就是很興趣 就是我第一個 就是match到team 就直接 manager就剪投了 所以就拿到offer 你是match到哪個team 紐約的一個search上面的team 對 那時候我就很強烈跟他說 我想留在紐約 所以他那時候 我覺得我的hr算蠻幫我的 他就趕快幫我找 就是紐約的team 對啊 然後 所以我之後 真的確定是1月底的時候確定了 OK 然後就開始要 然後準備要跟pinterest提職 提禮職 提禮職 怎麼會這樣子 就要開始跟pinterest提禮職 所以我2月底的時候禮職 然後3月現在上工google 然後就真的就是現在 真的算結束我的這個 流浪之旅 流浪之旅 對這個慢慢的這個求職之路 真的很漫長耶 但google平均來講 如果從你開始第一次申請 到真的面試到確定拿到offer 時間平均是多久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至少 可能match三個組 然後再決定之類的 大概我猜應該我還有一個多月 所以這樣加起來的話 可能就是 先頭履歷 然後到他回你大概一個月 對 然後面試大概也有一個月 然後team match再一個月 大概我覺得是至少兩個月起跳 然後可能三個月算正常 OK 對 Google比較慢啦 所以其實蠻建議大家 如果看到適合就趕快投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過多久才會來找你 對 剛剛講到你就是 一路的辛苦 到確定 兩行類 但是我覺得就是 切入重點就是 到底要怎麼樣準備 才有辦法 你知道 進入Google 這個大公司 你就要痛苦一年了 不要講這個 就令人害怕 要講實際怎麼 砥力心智 要怎麼準備 像你剛剛說的OA OA其實就是 因為你不用面對面試館嘛 所以你其實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只是說就是 OA就很看基本功啦 就是你寫題目要寫到 可以比較快知道這個要怎麼記 那有什麼訣竅可以讓你 其實就是靠一模三分地 就是其實大家 很常聽到耶 對 一模三分地就是一個 大家會在上面分享就是 面試經驗的一個論壇 對 然後其實就是像很多大公司的題目 都在上面就會看得到 就是因為大公司 畢竟很多人在面試嘛 所以大家分享的話 你的命中命就會很高 對阿 所以像Google 那時候我OA的題目 就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一模模一樣樣 它會分批 就是只要說 這兩禮拜要寫OA的人 他們寫的題目就會很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先上去看說 別人分享是什麼題目 就有點作弊 但是大家都這樣做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真的一定可以中 因為像有時候我也是就是看到的題目跟我 網路上看的別人分享是不一樣的 嗯 那就是看你的基本功 嗯 對 所以它一模三分地是有人已經面過 然後他去分享題目這樣子 嗯 他們就是要面經啦 面經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Google 它的OA是有在注重你的 嗯 code的效率 嗯 就是你程式的執行效率 所以你不能寫的太爛 嗯 對 所以你就是 像我那時候自己就有去 優化一下別人網路上分享的做法 嗯 就是我先看了題目 然後看別人怎麼寫 然後自己覺得說 喔 哪裡可以再改一下 所以我後來寫的是一個 我自己的版本這樣子 對 但其實沒有差 反正就是你 通常是你跑得過 然後不要跑太慢 你就會過OA這樣子 喔 那OA過的時候 就進入第一輪面試 對 通常就是 通常其實會有兩三輪啦 只是Google那時候 就直接跳到這個輪 OK 對 那一輪通常就是會有 嗯 也不一定 就是說如果是第一輪的話 通常就只有1小時 嗯 然後第二輪通常也是1小時 然後第三輪通常變成3到5小時 嗯 對 然後Google就全部合在一起 所以它意思就是5小時 好可怕喔 就是 但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專門講Google的話 我覺得Google的面試算是我 面到整個體驗下來最好的一次 嗯 也許是因為那時候我心態比較 就是你知道我已經有工作 所以我就不怕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Google的面試官 都是很friendly的 嗯 他們在就是 不會被你擺那個臭臉 不會他們不會在那邊 一邊給我那邊回email 哈哈 我就有些看到面試官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打折 喔 爽沒有啦 對我覺得Google面試官 就是很尊重你 然後也會很願意跟你就是溝通想法 所以就是你就可以很放膽去講說 你現在在想什麼 然後 問問看他說 還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你之類的 就是 很多面試官他們其實 嗯 就是他們是很願意幫忙的 嗯 只是你要自己主動去開口 跟他溝通 去討論這樣子 嗯 對然後 你說那3到5小時 總共3輪 那3輪是跟不同的人嗎 嗯 那他們是怎樣的 其實3到5小時 應該說Google是5小時啦 就是5輪 應該可以說是5 5關好了 5個不一樣的人 對5個不一樣的人 對5個不一樣的人 然後其中有一輪 比較特別是Behavioral 但那個就是比較在聊天 嗯嗯 然後就是會問你一些就是 或是說是 如果你碰到你的主員可以吵架 對對對 你要怎麼辦之類的 這種比較不是 不是寫code的完全不是寫code 是在聊天 嗯 那其他4個就是寫code 對但他們都是不同的人 然後也是來自不同team 嗯 對 Behavioral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好 就是真的準備 因為每次被問到的問題 都是不太一樣 嗯 但你就是要想辦法講回自己熟悉的 只要說就是 他們很注重你要舉例子啦 就想說你今天跟一個主員 吵架 他問你說你今天跟主員吵架怎麼辦 嗯 那你就這樣講說 喔我上一次跟我主員吵架 然後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怎麼處理這樣子 對 所以Behavioral就是根據你的經驗來講 但你剛剛可以編故事 可是你就要先準備好那些故事 不然你臨場可能想得很爛 就會被戳破 嗯 然後就是寫code的話 我覺得Google很特別就是 他們其實沒有很在意你就是寫得有沒有很好 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Google的面試不需要就是刷太多題 不需要到就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最佳景 嗯 你可以就是慢慢跟他討論 嗯 然後Google的面試很特別就是他一定會有follow up 嗯 就是說他問完第一題之後一定會有下一題 嗯 他是一個連貫的 假設都是 嗯 嗯 就是一個一大題下面要三四五小題 對 就是他現在先叫你做一個加法 嗯 然後下一題叫你做一個減法 之類的 就是他會層層递進的 所以就是第一題都不會很難 因為第一題其實也不需要刷很多題就可以解出來 嗯 然後反正後面你可能會比較需要有一些就是 你真的刷過題你可以寫得比較快 嗯 但像我剛剛講就是他不覺得是重點 他覺得重點是你怎麼樣就是從簡單的到難的 你都可以跟他好好的溝通出一個 他覺得可以接受的一個解法 嗯 所以其實到後面你不一定有時間寫出來 對 但他就是在意你說你到底可不可以就是想出一個 他覺得ok的 然後重點是你要跟他一起討論出來 嗯 所以我覺得在準備google面試的時候 最重要還是你自己平常要練習你的溝通能力 嗯 對 所以其實我後來就變 比較多時間會花在這個就是練習自己 溝通跟表達的這件事上面 就是我可能在練習寫code的時候 我就不會單純只是寫code 想一下要怎麼 對 我不是單純把題目寫出來 解出來就好 我會先就是 假裝前面有個人 我就跟他就是假裝說我在跟他 解釋說 對解釋說為什麼我現在這樣做 那 為什麼這個做法比較好 或者說這個做法在哪裡的時候 會可能會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會這樣多練習之後 我在面試的時候 比較自然的可以跟他們溝通 對啊 好 好 現在如果要做一個總結的話 好 相信很多人都想進入google這個大公司 那如果你要給學弟妹一個方向 有什麼訣竅可以進入google 喔 好問題 我覺得是最重要還是那個吧 就是溝通能力 對 就是畢竟google就真的很注重 還有就是很強調說 你就是要有一個 他們想要找一個就是 可以符合公司文化 然後可以融入這個 這個體系 然後變成一個很好的 team player team member這樣子 對啊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很難就是 量化啦 就是你怎麼知道說文化到底是什麼 而且每個面試官可能也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你怎麼知道說你現在跨著面試官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都只是 緣分緣分 對 就是把自己表現出來 可是我覺得是你的溝通能也好 所以他可以把自己表現得很好這樣子 那你表現完之後就只能聽天由命 看他怎麼覺得你這個人 是不是一個適合的人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自己努力了 就這樣子 就好了 那還有別的嗎 因為這個沒辦法自己控制 對啊 很難耶 對啊 可能就 好像 沒有 沒有 我知道 就是要相信這是過程 離開世界之前 一切都是過程 Oh my God 那相信蛋黃的話 一切都是過程 好啦 是有道理 雖然中間那一段不必要 但 離開世界之前 要相信自己啦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要透過這些過程 然後去知道說自己自己哪裡有成長了 那之後就是 緣分到他就會來了 你把時間投資在哪裡 他就會有些回報 也許不是你想要的方式 但至少你自己有一些成長了 然後就夠了 對啊 對啊 結論也要這麼佛系 結論就是 離開世界之前 大家需要內推可以找內推 但Google內推蠻酷的就是 它就是 你把你的資料給我 然後你不需要先找一個你想要投的職位 就是我會 就是你資料給我之後 我會發一個連結給你 然後用那個連結就可以 一個月投三個你想要投的職位 對 對 所以你不需要找到職位 再找內推 你可以先跟我要那個連結 然後我先給你之後 你在那個一個月內 看到什麼想要投就可以投這樣 所以那個連結就是一個月之後就會expire 我可以幫你renew 它可以一直renew 我覺得它可以一直renew 所以其實你就是 隨時想要內推就是先 對啊 先 對啊 準備好一些 好啊 相信你很多人會去找你內推 會嘛 但是網路上很多那個啦 很多人提供這個資料 對啊 因為畢竟Google的超多 OK 反正就會成功快有5000塊美金 OK 可以分你大概一半 彼此都受惠 對對對 這也是不錯 對啊 我先拿 離開世界之前一些都是 好那大家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大家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訂閱按讚小鈴鐺 是吧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好啦我們下次見 拜拜 沙堆 好 ahí enjoyed 裡面